6月9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正月娥 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宣布 特區政府所有政治委任官員 包括行政長官、司局長、副局長、政治助理 未來一年不會按薪酬調整機制加薪 行政會議成員一同意10月起動薪 不會按通脹調整薪酬 所有政治委任的官員 即是我本人司局長 以至到副局長和政助 在未來一年也不會按照調整機制加薪 當然大家記得我們司局長和我本人 在今年4月開始已經減薪 所以在減薪的前提下 再凍結了在延有的水平 林正月娥表示 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調整制度數機械市 每年跟隨品類消費物價指數的 按年平均變動做出調整 政治委任官員原本在2020年7月1日起 可以加薪約2% 他強調 此次公務員動薪決定並沒有偏離既定機制 根據既定機制 每年都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考慮薪酬趨勢淨指標 香港經濟狀況 生活費用的變動等六方面因素 然後做出決定 過去已曾出現加薪決定 將薪酬趨勢淨指標高的情況 並將薪酬趨勢淨指標高的情況